為了解決這些殺死業者 他們要設置席選場的問題 那因此呢 要中央去補助 蓋一個新的堤防出來 把地圈起來 我想這個濫用國家資源 土利自家人的行為 非常的明確了 我希望韓國瑜辦公室 不要再避重就輕說謊 那今天下午 我會提出進一步的資料 其實我覺得韓國瑜辦公室 到目前為止 都還沒有面對真正的問題 避重就輕 甚至還繼續的在撒謊 昨天晚上要在截稿以前 突然發的那個聲明跟回應 事實上讓人非常的可笑 第一個 這件事情 我是兩個禮拜以前 才接到檢舉的 而且我深入調查了 兩個多禮拜 我所提出來的文件 過去從來沒有曝光過 我不知道他們所講的冷犯熱炒 是因為韓國瑜跟李嘉芬 對這件事情心知肚明 所以對他們來講 犯罪的情節他們心裡很清楚 我會提出 我會提出 我會提出